好 今天聊国记 我们要持续大家聊的呢 就是日本日币持续的走扁 而且当然其实对当地的这个旅游产业 是一个助力 但是呢 对他们的旅馆来说 恐怕如果大家到当地住的话 就要特别注意到价格已经悄悄变贵了 这是日本经济新闻 他们说现在日本持续出现了饭店的建设热潮 因为很多的外资也纷纷进驻到了住宿市场 展开了人才争夺战 就是因为呢 其实现在到日本住饭店 第一个价格稍微变贵了 而且他们也面临到了缺工的情况 现在日本的住宿费真的可以用回不去了才形容 甚至这个住宿的费用呢 比疫情之前还要再更贵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在异后呢 外国的旅客慢慢回流 而且也导致这个住宿的价格飙涨 很多地方大家很习惯去的 像京都还有东京啦 清景泽大阪福岡这些地方来说都是明显 涨幅明显偏多 尤其呢像京都市涨幅来到了88% 是涨最多的地方 而如果你想要去清景泽的话 荷包应该真的会痛 因为它是变得最贵的一个区块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说到日本 如果你想要找个地方住的话 或许日币走扁 大家花起来还蛮痛快还蛮爽快的 但是可能在这个住宿费上面就要预算扎得多一点高一点 而且呢住宿费平均的成长将近五成之多 接下来大家要更面临到是人力不足 所以要继续涨还是有空间还是有机会的 尤其来对比2014年到2023年这个期间 你可以注意到其实当中旅馆来说的话 2014年还有1710间 到了2023年明显偏多来到14260间 当然在冲绳它的成长率是最高的 不过或许大家住这个旅馆当然非重要 非常重要会关心的出了这个价钱的问题之外 当然卫生的情况也是非常重要 如果你现在到韩国特别是首饵的话 就要特别注意到是宠虫危机了 因为现在当地床尸试虐 但是专家也告诉大家 你会不会也担心把这个床尸带回你家呢 从南韩带到家里 第一个你要特别注意到的是行李箱 你不要直接带回家 在进门之前先喷洒一些杀虫剂 都有办法来防堵 还有你的裤袜 还有这个鞋袜还有衣裤都要特别注意到 因为尸虫是很容易沾附在上面 所以该怎么做 你要特别的检查行李箱的物品 而且所有的东西最好用高温蒸汽 还有热水来清洗 就可以避免宠虫危机进到你的家里头 南韩大丘一所大学有学生控诉 去年九月搬进新建的宿舍后 皮肤莫名肿胀发痒 甚至蔓延到脸部严重发炎 后来发现原来是藏在床垫里的这种臭虫惹的祸 即将举办巴黎奥运的法国 以及临近的英国 近期爆发床尸危机 现在床尸飘洋过海 侵袭南韩 首尔 仁川大丘等多处人口密集城市 都有尸虫出没案例 南韩YouTuber在一家汉真木 发现大约八只床尸 当地卫生局前往稽查 当场发现一只成虫和幼虫 因此勒令商家暂停营业加强消毒 由于南韩民众热爱到香港旅游 因此香港人担心 飞机 行李箱也会夹带床尸入侵香港 专家分析杜绝床尸入侵三步骤 第一是行李箱不能直接进家门 第二要注意 尸虫容易沾附在医库鞋袜袜 建议民众海外旅游返家前 逐一检查行李箱中的物品 用高温蒸汽或热水清洗以侧安全 但专家也呼吁 只要做好清洁消毒 就不必太过恐慌 TVB的新闻 叶俊宏 戴源丽综合报道 好 刚刚看了住宿的价钱 还有这个住宿的卫生 我们再来关心到机票 其实也都是贵桑桑的 尤其在疫情之后需求爆发 很多机位的供应是不足的 当然其实这个量少 价钱就会跟着往上飙涨 而且光是这个统计 航空公司在今年夏天调涨机票价格 比2019年夏季疫情之前 平均还贵到两到三成之多 当然到底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 欧盟的运输专营就要来调查了 他们说他们其实不是要刻意的 去干扰整个市场的操作 而是希望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在这个航空市场上 导致这个机票的价格居高不下 或许大家在这个暑假出国玩的时候 也是非常有感 像华庸的董事长就说了 现在很少看到航空公司会低价促销 因为所有东西包括油价 还有人力通通都在涨 所以这种高票价的趋势 目前看起来不会改变 常游航空也说了 在今年的平均价格比疫情之前 多了五成 而且也认同说接下来高票价的趋势 将会成为常态 不过如果你想要出去玩 除了你有荷包必须要来付住宿啦 还有付机票等等 当然非常重要的 还是有假期嘛 周休三日在之前讨论过 像是在英国有33个企业将近千人 不恢复周休二日 那在德国的最大工会 金属工会工业工会呢 就要求希望可以实施周休三日 但现在缺工的情况之下 周休三日不会加剧这样子的缺口吗 像是在西班牙的瓦伦西亚 就实行周休三日 结果发现说有35%的压力是降低的 而且有6成4的睡眠 民众睡眠的时间是逐渐的增加 而且好处多多 不论对社交对身体健康都好 但是呢其实烟草还有酒精的消费量 是略有增加 而且对城市的整体的交通量来说 也是减少了将近10个百分点 而前瓦伦西亚的市长就说了 这个缩短空时 有可能对城市环境带来潜在好处 而且对大家的身体健康 或许也是有注意的 不过说到缺工危机 到底怎么样改善青年就业的情况 劳动部有最新的做法 特别请到掌握职场脉动人士 来演讲分享 而台下仔细听的 清一色都是15到25岁的青年 这里是青年职涯发展中心 专门针对青年就业的疑难杂症 协助青年就业除了有相关的讲座 以及一对一的咨询之外 这里还有可以自己操作的资讯页面 里头有一些小游戏还有测验 让你在过程中更了解自己的个性 进而找到属于自己的领域 甚至工作 除了第一线的协助 劳动部在今年5月也砸下了160亿元 启动第二期投资青年就业方案 更预计在2023年到2026年 协助80万名青年就业 今年7月再推动 初次寻职青年稳定就业计划 除了针对待业三个月以上 15至29岁 初次寻职青年提供辅助以外 寻职期间还提供参加计划的青年 寻职今天每个月5000元 顺利就业后买一定天数 更可以领取就业免利金 最高共领取4.5万元 因为它是一个整体的方案包裹式的 所以有48个措施 各自计划我们都有个别的成效 那当然因为这个还是要在 比较中长期的一个方案 再去做观察 一转眼距离大学毕业季 也已经快要半年时间 摊开15到29岁青年 于今年1到9月 失业率为8.09% 相较于去年同期8.44% 略有降低 今年1到9月的劳参率 58.28% 也比去年同期稍微提高 不过青年就业 实务上的状况 数字看不到 那对于青年就业的部分 我觉得他们会遇到四个问题 第一个是对于他自己的工作 到底要找什么样子的方向 他不是这么样子的确定 那第二个 他对于产业跟工作 其实他不熟悉 不知道这到底工作内容是什么 哪些产业是适合他的 那第三个 薪资的部分 福利的部分 可能会有眼高手低的状况 蛮多年轻人可能现在生得少 所以对于这个经济上面 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那父母也会希望他不要去 做这么吸水低的工作 毕竟都培养到大学了 硕士了 那最后呢 其实现在很多的学生 他在学校学的技能 跟工作上面需要的技能 不是那么匹配的 除了业界很有感 劳工学者也点出 导致青年族群长期失业 严重化的三大主要原因 除了外在环境使然 因为大部分的公司 多要求应征者需要具备 一年以上工作经验 让新鲜人处处碰壁 而当待业时间一长 便容易陷入长期工作 不稳定的恶性循环 加上年轻人在校学校 知识技能不足 毕业后就业能力相对薄弱 以及青年求职态度 每况愈下许多年轻人 可能会因为没有经济压力 或是本身价值观影响 照工作态度消极 进而造成长期的失业现象 那我们也发现 大概有很多29岁的 来咨询的族群也是偏多的 可能会觉得说 我可能在30岁之前 我是可以去找一个方向 找我自己喜欢的 那但是到30岁的时候 可能就会对于自己 再往后的规划 会做第二个 比较深入的一个考量 百业正在缺工 青年也要找工作 确实掌握职场 双边脉动 对劳资都是必要一刻 记得新闻正盛 为成为越台北采访报道 TVBS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 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 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